最近我把家里用不完的一碗蛋清 变成了一个脆脆曲奇盒子 每一块曲奇都香脆浓 好吃的让人不想撒手 妈妈你能再吃块饼干吗 先来搞个万能面糊 问一下哪个是你挤曲奇的样子 那冬天做曲奇呢 下面三个要点请记好 要点一黄油融化四分之一刚刚好 筛入糖粉加一丢丢盐 稍稍打翻一下 就是柔软蓬松的状态 要点二淡清泡个温水澡 再分次加进黄油 可以有效避免水油分离的灾难现场 加一百克杏仁粉 刮刀翻拌均匀 万能面糊就搞好了 要点三面团保温要做好 先款出四分之一的面糊 剩下的部分可以放进烤箱发酵档保个温 准备工作 第一份面糊来做个会爆浆的蓝莓曲奇 面糊里加点牛奶 筛入80克底粉和两颗泡打粉拌匀 再来把新鲜蓝莓轻轻拌到一起 这时候面团还很湿年 可以天面封个膜 丢进冰箱冷静半小时 分成35克一个的小面团 入炉 170度烤上20分钟左右 达达 松松软软的饼干体里藏着酸甜爆浆的蓝莓小炸蛋 特别适合搭配一杯鲜果感满满的蓝莓味纯蒸蒸酸奶 浓郁的奶香和酸甜的果香交织在一起 酸奶的丝滑和饼干的松脆在口中碰撞 哦 第二份面糊来做个维也纳曲奇 面糊里晒入70颗低筋面粉 拌匀 装进裱花袋 再套进一个装了花嘴的裱花袋 挤些小圆圈再挤些小波浪 放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 170度烘烤15分钟左右 剩下的两份面糊 分别把一部分滴粉 替换成可可粉或者抹茶粉 拌匀 装进同一个花嘴袋 挤成你喜欢的形状 分别做成可可心人曲奇和抹茶花板曲奇 入炉 同样的温度 同样的时间 做好的曲奇 还可以用家里没吃完的巧克力 锦上添个小花 打发过的黄油带来了空气感 蛋清的加入又让曲奇的纹路更加清晰 舀开来是松中带着脆的 不用怎么咀嚼 饼干就会在嘴里迅速化开 满口醇厚奶香 挑一块香香脆脆的饼干 配一杯果香浓郁的蓝莓味真酸奶 是宝宝的营养小家餐 也是拯救我低效率工作的超棒下午茶 我是贝果 开工大吉呀 哦对了 盒子里我还藏了几种咖子小脆饼 记得来看下一期